男人把剪刀的玉坠放在盒子上面 不料下一秒 男人竟然直接穿越到了秦始皇年代 这应该是最苦逼的穿越者了吧 别人穿越过来不是成为皇子 就是首富儿子什么的 易小川倒好还没搞清楚咋回事 直接被当成劫法场的 绑起来就要杀头 看着这群奇装异服的人 易小川还以为是来到了恒店 你们在拍什么戏呢 是吃碧 还是三国演艺啊 看你演戏演得挺好的 是哪毕业的 北甸 中戏 还是上戏啊 隔壁这位人兄看着易小川 心想这怕不是哪家的傻子跑出来了吧 然而已经没时间多想了 因为他下一秒就被砍掉了脑袋 血溅了易小川一灵 要说这是在拍戏 那也太逼真了点吧 然而易小川已经没时间再去弄清楚了 眼看着柜子手40米的大刀就要砍下 突然一个奇怪的声音响了起来 原来是小川的手机闹铃响了 众人哪里听过这样的声音 这很有节奏的音乐 直接让吃瓜群众都跟着一起摇摆 加上易小川服装打扮本就异类 柜子手还以为他是个妖怪 这刀实在是不敢砍下去 于是便打算先把隔壁的老头砍了再说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一只穿云剑突然射了过来 强大的力道直接把柜子手射得飞了出去 接着一个大汉带着几人骑马穿墙而来 这才是真正来劫法场的 这位壮士左冲右击如入无人之境 那些秦朝士兵在男子面前仿佛一哥的孩童 被男人砍瓜切菜一样一招撂倒 易小川也趁机挣脱掉绳子 看着现场乱成这样 小川还以为这是剧组人员发生了泄斗 就想打电话报警 不料一看手机压根没有信号 兄弟 怎么没信号 没办法易小川只好被动加入了混战 就在他苦苦支撑眼 看就要玩独子时 这位壮士一把把小川拉到马上 快马加鞭就要逃离法场 然而秦国将军怎么让他们就这样离开 拿出酒吧可以在五百米外 直接给小川来了的透心粮 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位壮士 莫不是想把小川当个人肉防弹背心吧 这位勇猛过人的壮士不是别人 正是立拔山西气盖式的相对 而法场要被砍头的这个老者 自然便是相你的叔叔相良